由了PD亲自出差到各大公司和剧组和不同组人们进行游戏的出差15页终于是回归啦 这特别篇来到紧急破降电影宣传现场和宋康浩 李炳现今南极 院时完京肃成浦海峻等顶级演员们以及导演一同录制 让观众们可以看到鲜少上综艺节目的他们在综艺中是什么模样 而在最新上传的预告中 节目组出差到了Hype娱乐 可以看到包含李贤 黄鸣炫 白虎以及团体Seventeen for May's Night Tomorrow by Together and Hypen的Sella Finn起居一堂 不过也有许多粉丝问既然是Hype特集 却没有防弹少年团有点失落 虽然没有防弹但总共36名偶像起居一堂 根本跟偶像运动会一样热闹 爱豆们也被激发出胜负欲一个比一个还认真比赛 让Lopiti都忍不住喊话这不是偶运会啊 阿坡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